HELLO 大家好 我们继续跟进这个 Topglove 昨天我就讲了 如果它有机会在0.84% 直跌回升弹上去 就敢敢买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它今天才是继续下跌的 它下跌了0.005分 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纸跌 这样就不符合我之前讲的 纸跌回升弹上去这个讯号 不符合 就不交易 继续等待 等到它出现两个青色烂柱的时候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所以只有继续等待罢了 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做 也不用紧张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